2019年2月18日有消息称,俄罗斯科学家们已经计算出了新的航空母舰轮廓,这种设计会带来极大的优势。 据俄罗斯舰艇设计专家表示,应该发展轻型多用途航空母舰,是俄罗斯海军眼前应做的事,轻型航空母舰的船体形状和轮廓,将从极大的降低船舶,在水面运行时候的阻力。 不同以往的是,俄罗斯选择了4万吨以下的轻型航母,放弃了6至10万的级别的航母发展,这显然与之前的打算有很大差异。 相对于俄罗斯人之前嘲笑我们还继续改两把两个号航母,这一次,俄罗斯反倒是搞起了小航母设计,被自己打脸。 早期俄罗斯对轻型多用途航母一直不感兴趣,俄罗斯一海军上交表示,俄罗斯舰队要建造排水量,约了7万吨以上,更适合海军在任务的航空母舰。 但他没有考虑俄军当前的线状俄罗斯海军需要的是一艘可以服役,作战的航母,而不是建造10年以上,资金投入过百亿美元的航母。 据俄罗斯舰队专家分析,根据舰队模型测试,这艘轻型航母的在水面运行时候的阻力,减少了1.5%至2%,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0。 俄罗斯专家指出,在功率和速度相同的情况下,我们获得更大的动力储备。 这艘轻型航母的航行的模式和水动力特性,将允许航空母舰甲板停放舰载机,并且舰载机可以在甲板上进行停放、移动。 有分析称,这是俄罗斯海巡当前发展的两重航母计划之一。 其实早在2017年8月,俄罗斯方面就提出了轻型舵用途航母LMA概念的发展型号。 这型号航母舰艇舵对规划为3.5至5万吨,舰载机数量为20至50架。 据俄罗斯设计师称,LMA轻型航母将补充俄罗斯和动力航母风暴的空缺,并且俄罗斯的轻型航空母舰可以更快,更低成本建造。 G G G 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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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